這是應濟台123平坡麥 做到三加一綱兩廳兩位 走到入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連廳來的 食廳和客廳連在一起 而且這個位置就是養腿的一個位置 親廳這裡就留了一個飄倉的一個位置在這裡 平時的話都可以休息一下 做回連廳的話 它就顯得整個客廳的話 就非常之佛樂的 而且它的一個通風取公道的話 都非常之舒適 在這邊的話 就是它要形的一個廚房位置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書房的一個位置 空間都非常之佛樂 而且都有這個飄倉的一個位置 到時的話都可以自己做回一間客房 或者說做回一個書房啊 嬰兒房啊都ok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它的一個公室回來的一個洗手間 它看到洗手間的一個空間都比較大的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客房 那這裡呢 就是它把那個飄倉的一個位置打了它的 那它這間房的空間就會佛樂了很多 這個都是它的一個客房來的 可以看到 這個就有它的一個飄倉的一個位置 這個就有它的一個飄倉的一個位置 同樣有這個飄倉的一個位置 而且外面的一個景觀都比較美 那它這邊的話就 因為它的一個面積足夠大 那它這邊就在主用房做了一個衣帽在這裡 那行程兵少少的話就是它的一個洗手間的一個位置 那洗手間它這裡的話是有一個浴缸的 那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這樣的一個設計 整個屋形就是一百二十三屏風麥 做到三加一縫的兩聽兩位